四百九十一集 新的大陆 秦熙点了点头 在仙宫中 我们几十年都等过来了 何况这点时间 天歌 你不必着急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了希望 莫天歌望向他 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话虽如此 他心中还是沉甸甸的 且不说这传颂证能不能修好 就算他毫无差错地把此证修复完毕 也不能肯定他还能不能用 为了回天极 他等得太久了 就到自己都有些怀疑 到底能不能回去 那我们先去找布诊材料 锦行指问 紧接着摇头 算了 你们俩留在这儿 我去找 节约时间 嗯 莫天歌没跟他客气 这传颂证十分复杂 最起码也是上古遗留 材料必定十分珍贵 越珍贵的材料来源越少 一个人去找跟三个人去找 相差不大 不如留在这儿 研究被破坏的部分如何修复 那我去了 刮下一点布阵的材料 进行着很干脆的转身扁奏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莫天歌迟迟没有收回视线 直到秦夕问他 在想什么 我在想 他到底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回天极呢 他有些困惑地看向秦夕 我怎么觉得他太积极了 秦夕笑了 这个我可达不了 这家伙谁说的准 顿了一下 他无声地叹了口气 不过 这船送证 不管能不能送我们回天极 我们都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 在仙宫之中 他曾出手救了进行之一次 后来在危急时刻 进行之一直没有弃他们而去 而在天结中冒着生命之危 出来压箱底的绝招 假如这算是扯平的话 那么现在告知传送阵的位置 又为他们搬走 这人情是抹不掉了 听到这话 墨天哥反而笑了 怕什么 欠他人情 总比欠他感情的好 何况 恐怕他根本没想着这份人情吧 有些人因为把你当朋友 所以伸出援手 倘若时刻想着还清人情 反倒伤人 尽管进行之外表完事不公 可所作所为 却很明显地把秦熙当朋友 秦熙这辈子 可说是修炼成狂 琐事之人不少 朋友却算不上几个 而锦行之 是他难得地愿意付出信任的人 墨天哥不愿意他因此而错失一个朋友 前途艰险 但并非没有一点亲情友情 回想无忧古之事 田之谦若不是想唱了 拥有林云鹤那样一个朋友 喝得气宇 正因为人心险恶 真心才更加的可贵 一道略带金色的顿光 出现在天际 往长延城的方向极端而去 阎峰抬头望着顿光消失 安自庆幸自己 一直收敛气息 没有让对方发觉 这道顿光 应该是那位锦道友吧 他喃喃自语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墨天哥三人离开长延城之后 他就丰富地下的修饰 留意他们的去向 可原因修饰又岂是那么好电烧的 没多久就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阎峰干脆亲自行动 想看清楚他们三人是不是另有目的 谁知他到了此处 也寻不到蛛丝马迹 直到此时才看到锦行者的顿光 看顿光的方向 似乎往长延城而去 阎峰犹豫了一下 没有跟过去 如果是回长延城 上门那么多人手 锦行者的踪迹就在掌握中 反倒是墨天哥与秦夕二人 如果存心躲藏 很难找到 这三人究竟在做什么呢 若说发生内轰 阎峰并不相信 这位锦道友不过原因出奇 就算是剑修 应该也斗不过秦氏夫妇二人联手 而看他的动光 也不像受伤的样子 私父片刻 严峰一挥一袖 寄出飞行法宝 决定在附近转一转 秦氏夫妇不见人影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确定 总是难以安心 他有些烦恼地叹了口气 园州面与危机 但愿这三人 不要对园州伤门不利才好 踩着飞行法宝 在周围海域绕了一圈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阎峰心中爱抚 他虽然只有原因出奇 可神识之强大 在常灵城的原因同道中 也是数得上的 看来这两人的联系之术 相当的不凡 他居然感应不到半分 摇摇头 阵雨回常灵城 呼的感觉到什么 转过头盯着远处的海面 神色大变 海面很平静 没有任何异常 但他的神识 却感觉到 这附近有极多的海兽 这些海兽 修为低者只有一二节 高者却有六七节 甚至有几只 一再七节顶峰 即将化形 燕峰一踩脚下飞行法宝 向大海伸出飞去 越飞脸色就越白 最后他脚下一段 转了方向向常灵城 极端而去 紧行只离开七天之后 方才回转 在这七天时间内 墨田哥除了打坐修炼 就是研究传送阵徒 而秦夕则在专心地 祭连他的朱雀之功 从朱雀祭庙 得到朱雀之功之后 他花了多年时间 才慢慢地将朱雀之息 全部吸纳 可以从阳灵珠内 取走朱雀之功 朱雀之功上的朱雀之息 十分强盛 又与阳灵珠 合为一体 威力非凡 但正因为威力极大 才难以操纵 当日天结 他也只是勉强 将朱雀之功 从阳灵珠内取出 一身的朱雀之宴 也仅仅只能射出那一箭 那一箭之威 居然将第九重天结的金雷 积散了大部分 这让秦熙意识到 若是能将朱雀之功 祭连得随心所欲 原因禁止 将无人能抵挡 他权力一击的一箭 回到山洞 看到逆行阵内 墨天歌与秦熙 安然无恙 金星只 吐出一口气 说道 你们俩没事吧 墨天歌祈祷 没有什么事 你怎么了 金星只抹了把脸 随意坐下休息 神色有些疲惫 长林城 有出大事了 哦 不对 应该说 是元州 有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 秦熙停下修炼 望着他 这要从何说起 金星只 扎着脑袋 最后道 算了 从头说吧 我回长林城的当天 周围的海域 就出现了大批的海兽 这些海兽 高阶低阶都有 密密麻麻 冲上岸来 袭击了许多凡人 和低阶秀士 墨天歌与秦熙对看一眼 两人都有些吃惊 宽吾每隔几十年 或上百年 都会发生一次 妖术之乱 莫非 元州也是如此 柯丁锦星只的语气 似乎 这并不寻常 元州 可没有妖术之乱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金星只道 元州周围的海域 一向很平静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 难道是因为龟虚海 墨天歌如此猜测 龟虚海本是高阶海兽的地盘 元州大陆突然出现这里 这些海兽因为被侵占了地盘 而袭击人类 金星只压压头 如果仅仅只是出现许多海兽 也许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 几日之后 我从常灵城的陈主府 打听到了惊人的消息 他望着墨天歌与秦夕 慢慢说道 元州现在的南边 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陆 一个被要求 占据的大陆 什么 墨天歌与秦夕二人 奇奇出生 两人对视一眼 都觉得不可思议 既然云中 元州 萧阳 都发生了位移 那么出现一个新的大陆 也不稀奇 但这个大陆 居然被妖修占据 就成了奇事 在天际 昆武是修士的地盘 昆武南面的森林 则生活着大量的妖兽 妖修是妖兽中的佼佼者 据他们所知 妖修与妖兽 虽然同源 地位却大不相同 在妖修眼中 哪怕是同种族 妖兽也不是他们的同类 只有同样化形成功的妖修 才是同类 所以妖修可说是建立在 妖兽化形 这个基础上的一个新种族 他们脱离了兽性 具备了与人类一样的灵质 从而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 但妖兽化形 比人类修士结因 还要难得多 如果说数万个修士中 有一个结因成功 那么数十万个妖修 才有一个修炼的化形 而且还不一定能度过化形天节 当然 妖兽的繁衍能力比人类强得多 低阶妖兽的数量 也远远超过人类 但尽管如此 能成为妖修的 也是少之又少 天极 差不多有百无原因修饰 而妖修恐怕不足一半 一个大陆居然被妖修占据 那该生活着多少妖兽 这道路上的人类修饰了 秦夕问道 难道都没几个修制原因的 竟然妖修占据了大陆 静行指压了摇头 你猜错了 这块大陆 不是人类修饰太弱 而是压根儿没有 秦夕愣了一下 没有 是啊 静行指说 数月前 发生大陆位移这种事之后 援州伤门 就派人探路去了 往北的 发现了逍遥 往南的 则发现了这个 妖修大陆 他们冒险 进入这个大陆 发现只有妖兽 根本 没有人类 秦夕探道 果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我海盗 所有的大陆 都是人类修饰为主 原来 还有被妖修占据的 这与海兽真是有关吗 墨田哥问 难道 这些海兽 不是龟虚海的 而是这个 妖修大陆的 静行指 仍然摇头 不是 海兽 当然是龟虚海的 不过 他停下来 伸手 在半空中一抹 用灵气 画出一幅简易的地图 你看 这里是龟虚海 这里 就是妖修大陆 以前云中 在这个位置 看出什么了吗 墨田哥 颠着看了好一会儿 皱起了眉头 龟虚海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 高阶海兽 是因为 紧邻要修大陆 紧行指点头 对他的机灵 甚是满意 没错 援州商门的人 打听到 此地 天地异变 妖修大陆 直往北 移了移 位置 与之前 偏差不大 仍然与龟虚海 紧邻 以前云中的人 只知道 龟虚海凶险 高阶海受众多 却不知道 那是龟虚海中 有妖修大陆的缘故 但即播讲完毕 欢迎 继续收听